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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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只能在王奔墓里来追议他了 王奔墓所处的位置位于陕西省 在2003年9月24日的时候 陕西省人民政府把他列为了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到了2006年12月20日的时候 陕西省人民政府为他树立了省保护标志碑 王奔是一个伟大的将领 不仅仅从他的战果中可以看到 从他的后代中也可以看到 他的儿子王奔是他的儿子 更像是他的战友 他们曾一起帮助秦始皇品定了六国 一起为自己的国家奉献着 第二个 周伯和周亚夫 周伯和周亚夫夫子都是西汉名将 都战功累累 鞠躬至伟 都封侯列相 位己人臣 也都曾被告谋反 身陷淋雨 但是这对父子的结局却大不相同 周伯安享晚年得以善终 周亚夫含冤入狱 活活饿死 常言道 性格决定命运 周氏父子相同的血脉 相近的能力 相似的官场经历 就是不同的人双归宿 这也都是性格决定的 周伯是西汉的开国功臣 早年就随刘邦起兵反情 屡见战功 而周伯最为后世熟知的功绩 当属平定韩信叛乱 和灭诸屡立文帝 周伯受封将后 官制又成相 刘邦死前就曾断言 安刘是天下者必博也 周亚夫是周伯的次子 由于兄长获罪 由他承袭了父亲的侯爵 虽然有一个名漫天下的父亲 但是周亚夫绝非庸禄肯老的官二代 他有父亲同样卓越的军事才能 还有不同于父亲的将相风采 他个性耿直 不屑恶于权贵 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就出自他口 更被汉文定誉为真将军也 周亚夫一生最辉煌的功绩 是驻军系柳抗击匈奴 保卫国家免受外族侵犯 二 是平定了七国之乱 粉碎了诸侯王 企图分裂国家的阴谋 维护了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 纵观周博周亚夫父子俩的功绩 可以说都为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 立下了汉马功劳 是民族英雄 是王左之才 但是这对父子俩在晚年时 又都遭受到了人生的低谷 都被诬告谋反 而面对相同的处境 父子俩的态度 做法却大相径庭 二人的最终结局自然也是截然相反 第三个 薛仁贵和薛嫩 薛仁贵的崛起却是在唐高宗理智时期 功西突厥 灭高勾立 三剑定天山 降服九姓铁勒 但后来在进攻吐蕃的时候 兵败大飞川 因而被革职 除名为平民 直到十余年后 因为高居力 云涅和突厥云涅变 薛仁贵被再次启诱 结果薛仁贵脱帽退万敌 而后取得云州大捷 再取得云州大捷后第二年 薛仁贵就去世了 终年七十岁 后唐高宗策封他 为左宵卫大将军 幽州都督 由官府提供车马 护送灵鹫返回故乡 薛仁贵有五个儿子 分别叫薛嫩 薛胜霍 薛楚清 薛楚真和薛楚玉 其中薛嫩官至左宇林大将军 薛楚玉官至泛阳节度使 接下来主要说说这个薛嫩 但他的儿子也不差 在演艺小说里化身为薛丁山 相信大家都听过 曾大破突厥 史书中记载 姓陈勇寡言 齐用兵 临大敌异壮 第四个 岳飞和岳云 汉山裔汉岳家军男 这是当时销征金兵 对岳飞军队的评价 岳飞的被围军不到一万人 却是真的无敌 岳云是民族英雄岳飞的长子 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少年将军 另任吴一郎 佐武大夫 中州防御师等职 岳云16岁的时候就隋父出征 收复被金国占领的 隋州 邓州等地 在这次战斗中 岳云手持铁锥枪冲锋在前 永不可挡 第一个登上久功不克的隋州城 后又隋军北征 收复邓州 由于作战勇猛 被岳飞安排进了备规军 后来岳云更是在燕城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 金务数增援十万 岳飞军仅三万 可是岳飞仅给了岳云部分兵马 而且还说 如果此战打不胜 就先斩下你的头颅 当日 岳云率军在金军阵中来回冲杀数十次 杀的人为雪人 马为鞋马 因金军数量远胜 主将王贵一度怯战欲退 为岳云兼拒 敖战半日后 金军士气低迷 岳家军留守部队五千人 趁势开城杀出 一举击溃金军 此战诛杀勿数女婿下金屋 还升行金军大小首领七十八人 杀死敌军 缴获军器等不计其数 岳科记载说 燕城等战后 金勿数大为震惊 仰天长叹道 岳少宝已无败计 破误五十万众 汉山义 汉岳家军南 后来岳飞被南宋朝廷 以莫须有罪名杀害 当时岳飞手下的岳云 以及张献等也都被处死 岳云死时年近二十三岁 第五个 朱元璋和朱棣 由于清朝的政治需要 对明朝篡改抹黑较多 让后人认识不到 朱元璋和朱棣的伟大 从乞丐到皇帝 朱元璋绝对是草根逆袭 难度指数历史最高 朱棣曾亲自上阵 多次打败元朝残余军队 朱元璋与朱棣是父子关系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 而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 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 朱元璋认为 朱棣是继承皇位的好人选 朱元璋看朱棣就像看到了 从前的自己 有着非同寻常的气魄 胆识与性格 不得不说 朱棣具备了成为一国之君的禀妇 分封时 他将分量最重的燕帝 予以朱棣 取清时 他赐开国第一功臣 徐达长女给朱棣 朱元璋对朱棣 净显器重 然而朱棣并不是继承了 朱元璋的皇位 而是起兵推翻了 他的侄子 朱允文的地位而得 以上仅仅是 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冰山一角 天下和久必分 分久必和 在春秋和三国战乱时期 父子皆从军的不在少数 比如最强之 孙坚和儿子孙策孙权 关羽的儿子 关平关心 张辽的儿子 张虎等等 司马懿的儿子 司马师和司马昭 更是独揽朝政 道其孙司马炎时 成功建立晋朝 对于史上最强的五大父子兵 你最佩服哪一个 对此 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 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和转发 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